藻礁公投小組曾宣布和政府暫緩會面 領先人潘中正先表示 目前溝通時間不恰當 等三月十八號送件之後 隨時歡迎政府單位 來與他們溝通 撥前預言黃昊宇 在臉書上貼出 影射潘中正經手七千萬工程款的影片 潘中正也做出澄清 認為這樣形同仍格抹殺 珍愛藻礁公投工作小組七號 凌晨宣布不接受與農委會主委 成績中會面傳出環團內部成員意見不合 批評會面等同被政府摸頭 走教公投小組又在發聲明表示 原定週一的會面時間緊迫 將會暫緩會面 另外找合適的時間 而來自中部的環團八號則呼籲 貫徹全民節能 電費合理調整 並且實施碳稅制度 才是綠色能源轉型的第三條路 你如果要溝通 應該跟各個相關的 關心的團體全面的溝通 所以我們要用天然去換燃煤 我覺得是非常可惜 我們要保護藻礁 我們要穩定供電 我們也要減煤 電價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本來就電價審議委員會 那要考慮的因素等等 也都會納入到電價審議會 一起去討論 對於環團提出 及時調整合理的電價 才能夠兼顧節電 救藻礁 並且挽救中南部民眾的費 經濟部表示會請能源局做整體評估 而珍愛藻礁公投連署熱烈 至於何時才是適當的與政府會面時間 珍愛藻礁公投領先人潘中正表示 在三月十八號上午十點 將連署書送到中選會後 隨時打開大門 歡迎政府單位來與他們溝通 潘中正表示 現在會面並不恰當 而就在緊要關頭 前議員王浩宇 卻在臉書貼出一段影片 內容影射潘中正經手一筆 大潭藻礁 約七千多萬元的保護工程款項 潘中正也澄清這是多年前的會議 王浩宇透過片段影片及文字 引導民眾他是貪財的人 形同人格抹殺 他當時受邀給予生態工程意見 希望還原影片 讓真相攤在陽光下 記者綜合報導 有請訪章 他當時受邀了 感谢观看